這個洗頭水是越洗頭髮的髮質越漂亮 第二就是洗頭髮是護上頭皮 這個洗頭水是日本上次在Salon試完之後 我未試過摸到自己的頭髮像瀑布 剛剛吹完頭髮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用什麼洗頭水 超棒 這個洗頭水是日本上次在Salon試完之後 我未試過摸到自己的頭髮像瀑布 好像瀑布的洗頭水 是日本一個專業的護膚品牌 研發多年的 這個洗頭水厲害 就是洗完之後覺得很滑 覺得很油順 很多洗頭水都做到 但它越洗頭髮的髮質越漂亮 第二就是洗頭髮是護上頭皮 日本上次在Salon洗 我就覺得師傅吹得漂亮 自己吹 自己洗 每一次你都有驚喜 越洗 你覺得頭髮越漂亮 那個質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裏面有羽毛和羊毛的W蛋白 這個理念是要令到頭髮好像羽毛那樣滑 這個真的做到 同時你不要當作是補充洗頭水 洗頭皮的時候 我們就著重是清潔 但它清潔並且修護頭皮 建議大家洗的時候是這樣的 你知道洗頭髮洗到整個頭都是泡泡的時候 不要沖它 有得它醃一醃 兩分鐘而已 其實拿來一下 因為它洗的時候會碰到頭皮 它就可以護你頭皮 我平時自己本身都會把護髮掃在髮尾 千萬不要貼近頭皮 塗完之後我都會等一會 做其他事才會再沖 但護髮掃留在頭部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和吸洗頭水 還是吸護髮掃 吸洗頭水是連頭皮都扣 連頭皮都互理 除了幫我們法師收護受損 加多一層保護膜之後 它連頭皮的地方 即是根部的地方都可以護你 所以用的時候記住一定是 如果醃到更加好 可以洗完頭 整個頭泡泡的時候 不要沖著 等待待會 然後再護髮掃 護髮掃 我覺得它不用怎樣留 你一沖完之後 摸下去就知道 好像瀑布一樣 就算我剛剛風筒吹完 都未開始用我幾直髮夾 去夾頭髮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漂亮 很順滑 髮型師都經常說 你的頭髮已經受損到很厲害 但現在好像重新回來 都是這些頭髮 但重新回來 它除了有乳毛和藥毛的W蛋白 還有水解絲蛋白 膠原蛋白和神經酸胺 其實乳毛的蛋白和水解蛋白 它的協貼和效應 是大約好像三萬個高分子水解蛋白 數據都是這些 但數據都不及我們試完之後的感覺 這個洗頭水是日本帶來的 它本身這個Mariki 是一個貴婦級護膚品的品牌 他們研發人是用一些新的科技 即是用一些打通我們水管 研發的專利 現在頭髮這個護理都可以做到 這個是一個越洗頭髮越漂亮 不是洗完之後才漂亮 每一次洗都在修護 到你洗久了的時候 會越來越改善髮質 以及護理頭皮 當我們頭皮健康的時候 其實髮質好 然後脫落的情況都會很有改善 所以如果買了好朋友 記得洗頭的時候 都不要那麼快衝著 等我做了頭皮護理 每一次洗頭都是在家製作HOME SPA 來吧 來吧 來吧